第79屆聯合國大會將於下個星期開幕 台灣外交部聲稱 當年確認中國聯合國代表地位的聯大決議 並沒有提到台灣 因此呼籲國際社會支持台灣重返聯合國 陳文娜報導 台灣外交部副部長田中光召開記者會 宣布今年的推動參與聯合國方案 首要的任務是協助國際社會 可以正確了解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的內容 1971年相關的決議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聯合國合法席位 而當時的中華民國就被迫宣布退出聯合國 台灣政府認為當年的2758號決議中 只是提出要取消蔣介石政權的非法席位 並沒有提到台灣 更沒有授權中國代表台灣 評擊是中國在處惡意曲解協議內容 壓制台灣的外交發展 北京暫時沒有對台灣外交部的言論作出回應 國台辦在今年初曾對美國國務院官員 針對2758號決議發表的類似言論進行評擊 說美國藐視歷史用心險惡 重申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沒有資格加入聯合國